大家好,我是半職人妻 秋天開始,又到了露營季節 想去露營,但又不想帶那麼多裝備 可以嘗試住外國都很流行的露營車 原來近近地,在大嶼山已經有得玩 不用出境,都可以來個兩天一夜小旅行 唐福邨的村牌放在這裡 來到唐福邨站下車 會不會是那裡呢? 已經看到露營車在那裡了 看到已經有一個露營車了 露營車距離下車的巴士站很近 大約走三至五分鐘就到了 這裡的大草地也挺漂亮 而且這裡沒什麼人 他們說這邊是新車 而我們資金所限 訂了舊車,用了三年 就是這邊 帶大家參觀一下露營車 我們是最基本的款式 床 另一邊就是廚房 這邊就是一個休息沙發的地方 如果三至四個人居住的地方 這裡就可以拉出來的一個雙人床 這裡有些皮 還有一張桌子 用來把這張桌子放在那邊吃東西用 就可以在這裡寒一張桌子出來 然後呢 看看廁所 廁所 有一個馬桶 洗手盆 小小小的 然後有一個 洗澡的 狼肉的地方 還有花灑 沒有拆牙膏 牙刷那些 要自備的 有鏡子 這裡有收音機 這裡有電視 有電飯煲 這裡有煲 這裡也有碗碟碟碟 有一個冰箱 可以放東西 這裡有焗爐 很軟 床很軟 每輛露營車都有獨立的燒烤爐 營地還有吊床 和一個小型的兒童遊樂設施 有足夠的空間給小朋友放電 都頗適合一家大小 親親大自然的地方 由營地步行三分鐘 就到達唐福沙灘 有牛屎 唐福沙灘的人流不多 但水質和沙灘的誘惑程度 一點都不輸蝕 而且還有完善的救濕員服務 和更衣室 夏天大可以游完水 再回去宵夜吃 或者在岸邊拍照 玩一下沙 游水游到旁晚 是時候準備今晚宵夜吃 在唐福村巴士站旁邊 就已經有士多方便補給 燒烤用品和啤酒汽水 這些重獨獨的食物 直接在這裡買就可以了 價錢分分鐘更便宜 你家裡留下的超市 至於燒烤食物就要自備 是時候準備今晚BBQ的食物 看我們今晚宵夜吃有些什麼 有這個蝦 大頭蝦 有扇貝 有和牛 有地五的 有菇 紫薯 娃娃菜 有鱔 可以做蜜糖鱔 還有這個北韓龐 很努力 好了應該差不多了 在這裡燒烤食 晚上不想吹風 可以坐在露營車內 舒舒服服地吃 其實我和老公 久不久都會兩個人 興致勃勃地燒烤食 還有豪華海鮮BBQ 這次還被我們欣賞到流星魚 第二天的早餐 我們就在露營車內自己煮食 很冷 這個鮮天不足 它本身是雞蛋爛的 難怪我吃的 我們的早餐有煎蛋 有這個 鳥柱白粥 有昨天吃剩的宵夜 還有有咖啡 一邊看著外面的草地 遊閒地吃早餐 一邊聽著收音機的音樂 的確是難得的閒情日志 露營車的確是幾開心的體驗 可以在這麼漂亮的大自然 過兩天一夜 真是可以為生活叉叉電 不過露營車本身的保養 就認真一般 馬桶和企光的去水位 都有點失失地 如果再去 我寧願花多一點錢租一架新車 不過值不值得 就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Vlog 請like我的Facebook專頁 或者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